如果说愚者是塔罗牌的开始 那世界就是结束 表示圆满和升华 克莱恩把自己的小号命名为世界就是希望有个一头一尾的美好寓意 以后很多我不方便说的事情和提的要求 都能让世界代劳了 这会极大的降低愚者形象坍塌的可能 有马甲步 有小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 克莱恩心情舒畅的暗赞一声 挥手让世界消失 接着 他蔓延灵性 包裹住自身 坠入挥物 回到了现实世界 他将罗萨哥纳眉全黑之眼留在了挥物之上 反正他平时也没法使用这件物品 还得时刻担忧着被人发现或者丢失 收拾好召唤仪式的材料 克莱恩抬头望向透出飞红月华的窗帘 对明天的聚会充满期待 论起对贵族的了解 他相信正义小姐绝对能胜过99%的鲁恩人 而有了小号世界的他 可以直接向对方询问庞德家族的事情了 不必担心会影响到愚者的形象 当然 这也得委婉一点 毕竟夏洛克 莫里亚地侦探同样在寻找庞德家族的资料 而有了足够的信息 才能到挥物之上占卜 呼 克莱恩认真思考了一阵 放松的倒头睡觉 在去过挥物之上后 那恶灵气息残存的影响似乎彻底消失不见了 克莱恩一觉睡到了天亮 不过未看见太阳 因为外面弥漫着稀薄的雾气 他按照预定的计划 继续跑贝克兰德的其余公立图书馆 但不再询问管理员 不再提庞德家族 只是自行翻阅涉及贵族的那些资料 下午2点40分 克莱恩提前进入了挥物之上的神秘空间 灰红古老的宫殿里 他坐到属于语者的位置 重在斑驳铜绿的长桌对面具献出假人世界 熟悉起操作感 过了好几分钟 克莱恩掏出怀表看了一眼 给象征太阳同学的深红星辰传递去了准备聚会的意念 等待的时候 他把玩起那只全黑之眼 给他装了一条银链 然后缠绕于右手手腕 用衣物袖口进行遮掩 下午3点 一道道光芒藤起于巨人居所般的宫殿内 正义 道调人和太阳分别投影出了染着微赤的模糊身影 下午好 语者先生提了下午 奥黛利正要向塔罗会每一位成员打招呼 视线突然扫到了坐在最末端的那道身影 那是一个披戴都冒黑袍的陌生人 他同样虚幻而朦胧 这位是 奥黛利有些疑惑又有些欣喜的望向语者先生 塔罗会再次发展壮大了吗 是福尔斯 还是修 布 身高不符 或者别的什么人 奥黛利思绪分成间 克莱恩悠闲后靠着道 这是新的成员 世界先生 与此同时 他通过灰雾加成的灵式 发现太阳同学的心灵体表层颜色更加纯粹了一点 但又没达到序列8的水平 初步判断对方应该是彻底消化了歌颂者魔药 你好 正义奥黛利礼貌地打了声招呼 好奇地审视起那位新进成员 他很快就从朦胧灰雾里透出的些许细节读出了相应的信息 世界先生是为情绪内敛 很少肢体动作 一直板着脸孔的人 不知道他来自哪里 鲁恩 因蒂斯 或者像白银之城那么神秘的地方 奥黛利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 经过一次次聚会 他从太阳的口型对不上他的话语这个现象判断出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对方说的很可能不是鲁恩语 自己等人听到耳朵里的内容大概率来自语者先生的转译 在道调人阿尔杰 太阳代理客分别和世界打过招呼 而那位新进成员相当冷淡地做出回应后 克莱恩望向正义道 你提议的两个人选 还在考察中 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任务 你以你的名义委托给他们 这是考察的一部分 就应该这么严格 奥黛利不仅不觉得失望 反倒认为理所当然 塔罗会的成员必须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不是谁都能成为 他骄傲地想到 玄机有些心虚地默默补了一句 而我能在最开始就被语者先生拉入 说明我足够幸运 幸运也是特质之一 好的 请您颁布任务 奥黛利做出了肯定的答复 克莱恩右手前身 按到了桌子上 具现出一张描绘有兰尔乌斯长相和打扮的图画 打探画上之人的消息 他就在贝克兰德 克莱恩让那张肖像画闪现到了正义小姐的面前 奥黛利宁谋望去 看见了一个黑发整齐厚书 露出饱满额头 戴圆框眼镜的年轻男子 这是一幅彩色的油画 那双擒着嘲讽意味的棕色眼眸异常突出 而下方还标注着曾用名兰尔乌斯等信息 一个简单的任务 这说明目标并不强 不过 能让语者先生知晓他的存在 他肯定也有特殊的地方 虽然是简单任务 但背后也许还藏着语者先生更深层次的目的 他这种位格的大人物 应该不会只是考察 奥黛利一时竟浮想联篇 过了几秒才道 我会委托给他们的 嗯 那两位小姐在贝克兰德似乎有很多的关系网 这对寻找兰尔乌斯是极大的帮助 确认好复仇之事的克莱恩恢复沉默 故意让小号做出表演 世界环顾一圈 嘶哑着嗓音道 语者先生告诉我 可以在这里颁布任务和搜集材料 是吗 是的 正义奥黛利优雅汉手道 但你必须耐心等待 接下来属于语者先生的阅读时光 我完成了刺杀因蒂斯大使贝克朗的任务 都没抢先提出 占据这段时间 他微台下把地在心里想到 正义小姐 你很有主人翁精神吗 等一下我得付出一定的知识 让刺杀贝克朗的任务真正收尾 克莱恩好笑地收回目光 望向倒吊人 倒吊人阿尔杰 威尔逊因为新来了一位成员 没盲目开口 保持着沉默 暗中进行观察 此时 鉴语者先生望来 他盲谦卑地行了一里道 这次还是六页 最后的一页下次给您 可以 克莱恩轻轻汗手道 道吊人盲收束精神 回忆内容 及于表达出来的强烈意念 他很快书写好六页日记 看见他们豁然消失 出现在克莱恩的手中 克莱恩低头望去 扫过了第一页的内容 2月9日 我有了第三个孩子 我给他取名为伯诺瓦 我的长女贝尔纳黛是幸运的 我和她的母亲当时都只是低序列的非凡者 她可以自由地选择她想走的道路 我的长子夏尔是最不幸的 她只遗传了很少的非凡特性 却不得不重复我的道路 也许 她可以在序列4的时候做出改变 但高序列永远不是那么容易成就的 我的次子伯诺瓦是介于贝尔纳黛和夏尔之间的 我给予了她相当于序列5非凡者的特性 这让我减轻了负担 能更快地消化魔药 加速晋升 而刚出生的她已经是能展现各种特异的新术师 查拉图案中来恭贺我 称赞伯诺瓦是一个可爱的天使 我问这位占卜大师 伯诺瓦将来会有什么成就 她只是笑了笑 没回答我 我又问她夏尔的未来 她终于开口 告诉我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但这也许是好事 真是的 占卜家的话语永远都是这么含糊 让人想撬开她的嘴巴 我最后问了贝尔纳黛的未来 她忽然变得很严肃 她说 她将憎恨我 厌恶我 背弃我 她将成为神秘世界的一位大人物 有的时候 真的不应该去问占卜的结果 我很难相信 我可爱的 善良的 爱护弟弟 崇拜爸爸 心疼妈妈的贝尔纳黛会憎恨我 厌恶我 背弃我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做了过分的事情 或许她有了我不满意的爱慕对象 被我弄死了那个臭小子 不 查拉图又不是先知 得到的占卜结果有可能是错误的 忘记这件事情吧 罗塞尔 我好像闻到了家庭狗血剧的味道 看完第一页日记的克莱恩忍不住付匪了一句 与此同时 他脑海内自然浮现出查拉图对贝尔纳带未来的描述 神秘世界的一位大人物 这是指超凡者的世界吗 到底什么层次才能被称为大人物 克莱恩若有所私地将日记翻页 5月22日 索伦家族的弗洛朗竟然想让我做他的手下 我看起来像是会做跟班狗的人吗 他的态度简直让人无法接受 我发誓 将来一定要让他为今天的傲慢付出代价 不过 他提到的一些事情倒是很有意思 很值得琢磨